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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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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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砍下了薛贫的脑袋 而且还像外科医生一样 来了个分尸表演 跟着他换了一套衣服 把薛贫的头颅藏在怀中 就去找大臣们继续喝酒了 正当众人喝得欢食 高阳突然从怀中掏出薛贫的头颅 把大臣们吓得面色全无 如果你认为高阳的变态行径仅止于此 那你还真是太小看他了 见众大臣被吓得狼狈不堪 高阳十分享受这份成就感 于是他命人把薛贫以被分裂的尸身抬过来 高阳当着众人的面 亲自肢解了尸体 然后拿出薛贫的臂骨 并且上线做成一把琵琶 你以为做成琵琶就完事了吗 当然没完 为了展示自己才华横移 高阳当着众人的面 给大家眼凑一手 众人看着高阳手握臂骨坛的正环 而骨腿上的鲜血直流下来 偶尔还飞出几块碎肉 那富诡异的场景 让所有人呕吐不止 薛贫作为高阳的宠记 尽管他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不高 但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不能不说他生错了时代 后人只能痛斥高阳的荒淫行为 以表达内心的愤怒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唱着证明 刘阿 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